杨茜茜 杨茜茜 你是谁 你又是谁啊 你们这些女人 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接近我 不就是为了能上我的床吗 今天我就成全你们 那 神经病吧 洛青 我知道你在里边 快点给我开门 你知道我宋若云的脾气 宋若云 我知道你不要惹我 洛青 开门之后 直接抓他 是 宋小姐 牧手不见了 南辰哥哥 我是洛青 那这不会是沐南辰吧 我不是来当女配的吗 我怎么还有主观意识啊 洛青 你赶紧给我开门 里边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洛青被诬陷勾野男主 受尽宋若云的侮辱 不能坐以待毙 惹你又怎么样 我可是有硫酸 他 他 他 是水 快跑去 莫山 南辰哥哥 南辰哥哥 喂 派一辆救护车过来 洛青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别跑 放手 快点 快点去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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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怎么那么吵 冷烧 沐南辰好像不见了 别跑 看来还不等我出手 他和宋氏的合约也签不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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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别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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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电梯 你往这边走 女主洛青 家境贫寒却善良温柔 万有先天性心脏病 老少 这个女人 只有带有墨氏基因的关 能够缓解心脏疼痛 反派冷叶寒 冷氏集团总裁 是墨氏私生子 不是 是 蝇装 좋 咱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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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脏病来真的呀 你们这些女人 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 拉好你的衣服 滚出去 她没有爱情线 一心只想复仇 我说你们这里面的男的 自信都是批发的吧 宋小姐 我已经调查过了 是冷尸集团总裁 我可以喊 冷尚 冷尸和牧师是竞品关系 他会帮骆青 总之 骆青不虎 不消失 宋小姐 你们有事吗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 穿着衬衣的女人吗 还 帮我 凭什么 凭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我们冷尸集团在江北 没有不知道的人 你是牧师的私生子 乱说话的代价 你承受不起 我有没有乱说 你最清楚 你怎么知道 开一下门 我有话要说 帮我 我就全部告诉你 冷尚 没拦住 这不是冷尸集团的冷尚吗 我是宋氏的宋若云 我刚刚在这儿丢了一条 价值百万的项链 有人说 看到小偷在这附近消失了 不知道冷尚 我没有见过 没有 那可是我的家传之物 万一有什么误会 就不好吧 你说是吧 你觉得我冷夜寒 有空包庇一个小偷吗 我 不是那个意思 这是谁 宋小姐 我可忙得很 没时间在这儿给你拉扯 冷尚 冷尚 宋小姐 难道有兴趣在这观摩学习 饥饿也有助于心机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好 你最好早点说出事情 我说的全是大实话 阿姨 您多少也要吃一点啊 现在您要照顾南辰哥哥 牧师集团也都需要您 看来 你真的惹到了宋若云 嘘 别说话 没见你这么怕过我 你们两个的区别就是 一个要我立刻死 一个要我缓缓再死 你是个好孩子 冷尚 阿姨 那是冷尚集团的冷尚 我先去打个招呼 一会儿来找您 嗯 冷尚 又见面了 之前在酒店得罪了 但不知道 你有没有在那里 见过这个人 见过 又怎么样 没见过 又怎么样 冷尚 冷尚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 随时可以告诉我 我听说宋氏之前的合作到期了 之前在酒店 是准备是准备和牧师签约吗 这个 生意上的事 我也没参与 如果宋氏和牧师合作 那自然也不会是我的朋友了 冷尚这事 在威胁我 这叫合作 不 难道你真的有他的消息 宋小姐 还有事情 我 我 你这人 小云 莫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 我脚崴了一下